接下来这位就叫做黄冠中的 他现身了 在发表了一番关于父亲的言论之后 震惊全程 12月13号 黄冠中带自己的妻子朱姻 出人意料地返回了老家 这个地点又是黄冠中爸爸的住所 按照港媒的说法 黄冠中这次去是向父亲赔罪的 来看一下 当天为了避人耳目 黄冠中特意选择开着自己助手的车 从九龙城返回大埔 陪伴在旁的则是妻子朱姻 两人在抵达号从后备箱 拿出一些疑似家具用品的东西 不过两人的表情都略显猙獰 相互没怎么理睬 曝光的图片中 还有另一位焦点人物黄冠中的父亲 连过八旬神情呆滞 阳台上的这个冒蝶老人和黄冠中 笔下那个不公带天的暴力分子 相距甚远 而图片中打出的中风量 自责显得引人注目 其实就在黄冠中 发表恐怖的世负论后一周 有香港媒体采访到黄冠中 乐队中的成员 对方表示黄冠两年前就已经中风 出行都要坐轮椅 连喝水都需要人帮忙 因此怎么可能打人 这一点成为了黄冠中 世负论中最大的一个疑点 我们的记者在采访黄冠中身边 有人期间似乎也间接证实了这一点 那听说是有一天他门开眼睛 因为记者都可以看到黄冠中的爸爸有来看 然后他没有说是拿着走杖的 拐杖是吗 对对对对 然后他是因为去生个病 所以神动有一点不方便这样 而且比亚成员叶士荣 在接受媒体采访期间 坦言对事件感到震惊 更不相信黄冠中的爸爸会做出如此行为 我以前去过他家吃饭 他老爸人很好 但其实要说整件事负论中最反常的 还要属黄冠中的妻子朱英 并没有一如既往力挺丈夫 在黄冠中发表事负论的微博之后 既没有跟帖也没有发言 要知道朱英还是黄冠中 笔下那个被爸爸打的疑似受害人 如果真有发生什么不快 又怎么可能一言不发 因此从最初黄冠中 爆料自己父亲的种种恶行 导致黄富引发重怒 到如今外界都倾向于认为 这是黄冠中的又一次情绪失控 这一前一后的转变 再加上这次黄冠中和朱英 被拍到一起回父亲家时的模样 不仅让人质疑 整件事件其实并不是黄冠中微博中所说那样 而据香港媒体报道 黄冠中一向情绪不稳定 在女儿出生之后也没见好转 老婆朱英也饱受困扰 早在失负论之前就和她陷入冷战 在这件事情中 黄冠中的父亲只不过是两人争吵期间 被无辜牵连的对象而已 不过该说法还没有得到证实 说到底这虽然是黄冠中和朱英的家事 但是作为公众人物 可千万不要意气用事 免得家丑外扬 恶心雷地家和万事新综合报道